不可思议的充气逃生滑梯 弹开后直接滑下来 专为学校研发 随着楼层越建越高 防火的问题逐渐被人们重视 虽说每年都会进行火灾逃生演练 但如果真的发生火灾 还是要做好完全的逃生准备 为此国外公司就发明了火灾逃生通道 从外形上面去看 这个设备和一个普通的滑梯没有什么区别 只不过是充气的 而可别小看这个充气滑梯 它整体的材料是采用了耐高温的设计 确保在火灾来临的时候不会被烧坏 为了确保最快速度实现救援 它只需要短短的几秒就可以打开 而它的称重效果也非常的好 最多可称重600斤的物体 只需要将它安装在窗户外面 遇到火灾的时候按下按据 就可以快速打开进行逃生 五层之内的窗户都可以进行安装 可以说专门为学校设计的 毕竟遇到火灾的时候 每分每秒都非常的珍贵 晚逃生一秒可能就会导致悲剧的发生 有了这个装置以后 在高层的人们就不用担心撤离不及时的问题 现在唯一的缺点就是超过五层以后不能安装 五层之后的逃生效果会大大的降低 对于在十几层的人们来说非常的不友好 相信在未来这些问题都会被攻克